说到历史上心最宽的皇帝 当属北宋的宋徽宗、赵杰 宋徽宗登基前 宋朝已经面临着重重威胁 但他只是个文艺青年 一心专注于书法和画画 对国家大事不感兴趣 就当宋徽宗以为一生就做个逍遥的王爷 不被这些世俗之士牵绊的时候 他的哥哥只活到25岁就病逝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没有留下子嗣 宋徽宗迫不得已接过宋朝的江山 后来有人形容宋徽宗 什么都行就是当皇帝不行 这句话说的并不错 宋徽宗登基之后 也觉得自己身负重任 也想干出一番事业 可惜他还真不是这块料 再加上蔡金等金恩臣的怂恿 相比处理繁重的正事 宋徽宗更愿意写写刺挖一下花草 更重要的是在后宫享乐 后宫人员不断壮大 据资料记载 在靖康之难发生时 宋徽宗从训过的妃嫔和宫女 高达600多人 剩下了66个子女 其中32个儿子 34个女儿 而在此之前 宋徽宗看着金兵南下 就把皇位这趟手的山羽 扔给了儿子造衡 也就是后面的宋清宗 自己当起了太上皇 可惜这个太上皇当得并不舒坦 因为很快金兵就攻破了京城 他和宋清宗还有大臣 后宫的妃子和儿女都成了俘虏 被金兵抓到了金国国都惠宁府 宋徽宗和宋清宗等人 不得不接受金国受降的仪式 牵羊之礼 到金国宗庙叩拜 宋徽宗更是被贬为昏德宫 宋清宗被贬为重昏侯 两人接受此等侮辱性的册封之后 苟活于世 很多妃嫔被金人霸展 女儿也嫁给了金武术和金西宗 然而被囚禁九年期间 宋徽宗对于后宫的宠幸也没有停止 据资料记载 他庞大的后宫为他生下了十九个儿女 只不过有五个不是他亲生 是隔壁金人的 这样算来宋徽宗一共有八十个儿女 宋怪历史真的很少有 直到1135年 54岁的宋徽宗 鳌级 避线